我们来临写这一行 这一行里边有三个三点水 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 法 拒二放一 这个三点水 第二点和第三点 一个是硬带 一个是离的第一点比较远 这一点也是 这两点距 这一点稍微往外打 接收 这个流字 写得非常潇洒 我们来看 如星云流水一般 而站子相对来说 点画要叫其他两个字 穿插必让明显 所以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反而要稍微慢一点 注意它们的位置 我们来看 你看里边两个短横 这两个短横 它体式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笔有穿插必让 而且斜向趋势 注意这笔的书写 它把短横 它把短竖变成了一个点 然后点完以后又 把这个竖折 变成了一个点横 向上挑 然后两个点 最后一个点 饱满厚重 寂寞的计 带过来 这就是一种取颜媚的姿态 注意这个点 它们两个点的关系 然后 竖切 全是细径的笔画 这个时候我们看 它把里边 这样来处理了 两个小短竖 然后两边 两个点 这一个长竖 统领 它内里的细碎笔画 稍稍地向内薄一点点 这个体势上 一 也是动静结合 一般来说 燕塔中 它把这个提手 写的动感很强 甚至它为了 避让右边的结构部分 它把提手的竖 很夸张的 这边空出来一块 所以说 即使它不占 我们来看 右边这个 即使它不占 它右边部分 取这样取式 但它这边 让的这种式 必须让出来 左高又低 尖起 尖起 注意这个尖起 刚才这个尖起 它是尖入笔 到这儿有一个顿的动作 一定要仔细体察 千万不要 就直接尖起 千万不要就直接尖起 切 小点一点 并不带出来 墨 草字头 跟底下日子 稍作挪移 有一种造险的写法 和安排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草字头跟它这个日子 日子跟右边起平 并没有把日子 放到中间 它这个皮 也写得 很有意思 这就是一种造险 和挪移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林这一行 我林这一行 都可以 不可以 从 长 从 入 赶 动 走 走 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